同學你看這邊 剛才我們這個在平面上做這件事情 往S頭做投影 往Y頭做投影 我們發現這個L 會等於更好的A平方加B平方 這個叫B式定理 我跟你說 這個我現在寫的這個叫空間中的B式定理 平面上有B式定理 空間中也有B式定理 空間中的B式定理 同學你猜猜看 我要你用猜的就好 我們這裡有個平行式邊形 往SY平面做投影 這裡也是個平行式邊形 往SZ平面做投影 往YZ平面做投影 可以投影出三個平行式邊形 那他們的面積分別叫做 這一塊叫做A 那這三塊叫做ASY AYZ跟ASZ 你要不要猜猜看他們之間的關係 都相等啊 什麼東西都相等面積 面積 就是這個東西會等於這三個東西 去做什麼樣的組合 你覺得 請問你你覺得這裡是平方還是三次方 你覺得這裡是平方還是三次方 三次方 我跟你講不是三次方 他一樣是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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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跟你講 加起來 加起來 那我問你 你猜猜看 他會不會有開根號 有 你覺得會不會有 有 你覺得有還是沒有 有 我告訴你 他有開根號 B式定理 B式定理 空間中的B式定理 來 把他寫上去 這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這裡我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我這樣寫 我簡單的講一下他的想法 同學我問你 這個ASY的平方嗎 同學你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去算這塊面積嗎 同學這塊面積怎麼算 他的向量叫做S1Y10 S2Y20對不對 我跟你講那個Z分量是0 事實上已經不影響 所以我們以前有教過一個 在平面向量有教過一個公式 1分之1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什麼是 還記不記得 1分之1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行列次 是不是可以求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如果要求平行四平形的面積的話 就是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什麼是 行列次就好 所以這個東西他就可以寫成是這樣 來這裡是S1Y1 然後這裡是什麼 S2Y2 OK 然後我跟你講這裡就寫什麼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平方 你有看到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你知道我想要表達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我想表達什麼 然後我再寫一個這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YZ在哪裡 是這一個 這個東西是誰 你知道 這是Y1 Y2 然後這是什麼 Z1 Z2 的什麼東西 的平方 然後這個是誰 這個來寫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S1 S2 然後Z1 Z2 的什麼東西 的平方 然後把它怎麼樣 加起來 加起來 然後最後外面再開一個什麼號 再開一個根號 海霸王公式 不是海霸王公式 是不是海霸王公式 東三小 來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看我這邊這很簡單 我用直觀的方式講給你聽 同學我問你這個東西是什麼 看這邊看這邊 同學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它的密集 這個叫空間中的必是電力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密集 那這個密集你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剛好等於這個向量的長度 向量的長度就是分量平方而怎麼樣 開根號就是它 你懂這意思嗎 是 understand 到底怎麼懂 好像有點不太懂 有點困難 還好 好吧 沒關係 我稍微這樣談一下 洪偉幫我照一下我們的computer 來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好啦 沒關係 剛才這個聽不懂就算了 這個可能對保鮮同學來講 有一點在討論 現在請同學看到我們的電腦 來看一下電腦 我們把電腦的東西把它帶過去 抬頭抬頭看一下我們的電腦 這邊講空間向量的YG 我很快把它講完 A向量跟B向量 是空間中兩個不平息的非零向量 夾角叫做θ 那由這兩個向量所張開的平息式 邊形的面積叫做s 好 那同學你看一下 OK 這一塊叫做s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知道這個s的面積 它是A向量長度 乘B向量長度 再乘上sinθ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sinθ 可以寫成更號因件cosθ 平方θ 可以吧 所以你知道s的平方叫cos平方是e嘛 所以這個sθ可以改寫成 更號e-cos平方θ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寫到這邊可以 然後接下來 你把這個A長度B長度把它乘進去 它是不是就變這樣 然後你再把這個cos平方θ 把它寫成像量的形態 然後你就可以整理出我們要的那個公式 更號的長平方乘長平方 減掉內積的完全平方 這個公式可以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同學你再看 來 它現在就整個把它打開 課本的證明就這樣 它整個打開 打開之後 哇靠 你看這個課本的證明證明就那麼複雜 這個打開之後竟然可以配成這個東西 配成這個東西 它告訴你 這麼巧 剛好就是這個向量的長度 我告訴你 你考試怎麼可能真的做出這個東西來 有那麼簡單嗎 你要真的把它打開 然後去把它配成是負責性 然後再告訴我說 它會剛好等這個向量的長度 這不太容易吧 但是特別不是這樣證 它是純代數的證明方式 好 那證明出來 它證明出來它就說 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來 這個東西叫做A向量cos B向量 這是它的定義 然後它告訴你說 它有幾個重要的結合性質 來 第一個重要的結合性質就是 這個A cross B它的長度 剛好就會等於A向量跟B向量 所張開的平行式邊形平均 就這樣子 它的證明純代數去證 有點複雜 你可以看課本 在課本42頁 好 那第二個 它這邊就講說 A cross B跟A向量跟B向量 都是垂直的 這個東西是可以證明的 那這邊它要提醒你 內積是一個時數 外積是一個向量 OK 好 那然後它這裡就證明 它為什麼是公尺向量 這個我們很快的點過去 剛才我們有證過 OK 然後你看兩個兩個消掉對不對 最後證明它們內積會倒離 這個沒有什麼 好 那我想這個我們就帶過去吧 為了幫助記憶 可以使用下途來幫忙 分量抄兩遍 頭尾去掉 取中間散除往列治 這個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好 再來同學請你翻到課本44頁 請你把課本打開 我們現在要做課本的題目 來分開你的課本 到44頁的地方 44頁 同學你看那個例題 你看那個例題喔 那個例題請給它兩個贊 請給它兩個贊 我現在帶你看一下這個題目 給你A向量跟B向量 第一小題請求出AxB跟BxA 第二小題特別做一個記憶 是可能會跑第二小題喔 第二小題問你 A向量跟B向量 所張開的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AxB很簡單 同學你看分量抄兩遍 頭尾去掉 取中間散除往列治 所以它馬上就可以算出來 然後BxA也是一樣 就算出來 這個課本都有詳解 我們就特別懼講 然後接下來重點是那個第二題 那個第二題你看AxB算出來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算它的長度 分量平方有的開根號 所以這個3根號3 我跟你講就是他們張開的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這樣可以嘛 課本就這樣做而已 沒有問題 然後同學現在隨從練習 來 現在給你做 你翻到44頁 現在做這一題 現在做這一題 對 來 我給你2分鐘 你做做看 這個題目其實很自私化 就是外積 分量抄兩遍 取中間三組行列式 好 你就做出來就好了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 我們今天就把它全部上本 這一家很快就帶完 不過我跟同學提醒一下 那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我還是覺得 你用那個長平方 乘長平方 減量練習的完全平方 就算不算比較好 我個人當然覺得 我覺得那個方法是比較好的 做好了嗎 我沒有辦法來對一下 先給一下 那我們來看第一題 A cross B 來 同學 你看分量抄兩遍 取中間三組行列式 所以算出來的答案是6 豆點負6 豆點負3 對嗎 可以啦 這沒有問題 那第二題 B cross A B cross A 其實你只知道 他不會剛好猜一個負號 所以最後結果是負6 豆點負6 豆點負3 這樣可不可以 這也可能會做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那第二小題問你說 A向量跟B向量所張開的那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那既然你的A cross B都算出來 那你就找他的長度就好 分量平方而開根號 所以這一題答案算出來是多少 這一題答案算出來是9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這 OK 嗎 OK的話 我們要看下一題 好 來 我們再看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 請看到 他這裡 來 你看喔 他這裡講說 這邊會滿足所謂的右手定則 這個沒有什麼 OK 來 我們來看第二題 翻到課門45頁 這個這個例題2 同學給他5個贊 我認為這個題目很有可能出現在考卷裡面 這個題目非常好 這個題目他跟你說 有以置一個N向量 他跟A向量還有B向量均垂直 你把垂直把它畫起來 簡單來講這個N向量 它是A跟B的供垂向量 你可以通過A cross B去把這個N向量 去把它找出來 可是今天他很妙 他跟你說 我要指定這個N向量的長度 叫做6 所以這個題目你的解題出發點是什麼 你先用A跟B這兩個向量去做YG YG可以找出供垂向量 找出供垂向量之後 再去調整這個供垂向量的長度 讓它的長度變成6 就是你要的答案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你看一下同影片怎麼做 看同影片喔 同影片是這樣做 來你先看喔 他限定這個N向量 他是T倍的A cross B對不對 為什麼是T 因為他是伸縮嘛 然後接下來他就真的去算A cross B A cross B算出來發現叫做1-2-2-2 然後你把這個T乘進去 那T乘進去 事實上他做伸縮的這個動作 他要求這個向量的長度必須等於6 所以你就8掛絕對值 分量平方而開根號 所以你發現喔 這邊算出來3倍的T絕對是等於6 所以這個T應該等於正負2 那T等於正負2 你再把它帶回去的話 你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得到這個N向量 你有聽懂嗎 而且這個N向量顯然會有兩個 一個朝上一個朝下 這樣很合理對不對 這個題目很重要喔 這個題目要注意 回去